中国女星杨子以童馨身份出道后 凭借甜美外形精湛演技 掳获大批观众的心 她推出了不少作品都收获好口碑 见面形象十分讨喜 不了近日去传出 她一次被献含令影响到了工作 据悉杨子近期代言了韩国知名保健品 品牌放已经官宣了与杨子的合作 但杨子只有在个人微博发过一则相关贴文 工作室账号则毫无动静 对此不少网友都认为 前阵子Blaid Pinker在澳门开演唱会时 吸引不少中国艺人前往观赏 出动了敏感的政治课题 多为南韩艺人的中国行程 也一次因此被取消 中国的媒体还爆料称 杨子接下这个代言后 恐怕演出活动都会被叫停 严重的话还会被封杀 因此她只能保持低调 强谣的电台 王敬赫 王敬赫 《李宗盛》 除了啊 感谢观看